逗弄毛小孩 貓咪狂蹭狂撒嬌 可愛模樣 似足都快被融化 這是李小姐今年四月 從貓舍花三萬八 購入的英國短毛毛 但帶回家沒兩天 貓咪酒出現異狀 噴梯打個不停 甚至一直抽搐 不斷發抖 口吐白沫 讓人看了心疼 且這段緣分維持不到三個月 貓咪酒不幸病逝 李小姐說四月二十四號 買回貓小孩 七月十四號貓咪就過世 就診過程中醫生有懷疑 貓咪是在貓舍就染病 只是還在潛伏期 帶回家後才病發 那購買前 業者給的健康報告 為何沒異狀 點進貓舍官網 標榜貓咪都有健康證明書 晶片登記書 疫苗手冊等多重保障 針對指控業者回應 雙方已經調解完畢 他也賠錢了 還反問健康報告該怎麼造假 也表示要四足請醫院證明 貓咪是在貓舍就感染病毒 動保處提醒民眾若購買寵物 最好再帶著毛小孩 去醫院做一次檢查 畢竟被迫提前面對生離死別 又和店家鬧上法院 誰也不樂見